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欢迎观看我们红件不动产公司 制作美容商8个中的不动产经营新闻网 日本、韩国投资者的投资目标 正在转向到越南房地产 2023年越南预期将继续成为最大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投资者 也积极关注到这一市场 Coleos,全球领先的房地产服务和投资管理集团 刚刚发布了2023年全球投资转望报告 因此,尽管过去一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经济中期和不平衡的货币政策造成波动 但英国和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已迅速回复 然而,这在其他地方并不相同 因此,在2023年重新建立新的价格水平 仍将因市场和市场分割而有很大的差异 报告还显示 亚洲太平洋地区是经济增长最为乐观的地区 该地区照顾一般投资者53% 希望房地产市场将因经济增长而更积极增长 比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ENEA的期望 比率41%和北洲的38%高得多 在亚洲太平洋新兴市场中 越南继继续成为最领先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2022年前11个月的外国投资额达到251亿美元 外国投资政治比例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.3% 显示外国投资者对越南经济和投资环境的信息 越南Kolios集团总经理David Jackson先生表示 越南国家银行在12月初将信贷空间扩大了1.5%到2% 这有助于改善市场情绪 在Kolios集团 我们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等的投资者 知投资需求针对越南的许多房地产领域 从工业区、办公室、住宅到零售和酒店 尽管总体情绪仍然非常谨慎 但他们正在利用市场减速期来加强他们的投资组合 对于国内投资者 我们认为总组合合并或收购活动 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进行 主要是以长远目标过渡到更稳定的增长模式 自信息也结束了今天的不动产经营新闻网 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平台 谢谢各位 我们先行目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